一剑联退役了 这意味着中国篮球的最后一面大棋也没有了 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篮球的最后一面遮羞布也没有了 没了一剑联啊 我们就彻底走出了靠一个天才 支撑国家队十年的这种舰队模式 之前是姚明 现在是一剑联 那没有了他们 那以后靠谁呢 所以不要指望着就靠某一个啊 就靠某一个人啊 能重现当年的辉煌 你觉得周琪行吗 你觉得王哲林行吗 他们出来的时候都被称为天才 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有 一剑联 周琪 张振林 曾凡博冒出来 才可以